大瘟疫来临时 如何才能躲避灾祸 如果一个人能重得行善 必定能积累一些福德资粮 欲显定能逢凶化吉 下面讲述的 就是人重视道德修养 避免瘟疫的故事 宋朝静云还是平民时 元旦那天起得早 出门就遇见大鬼好几批 形象很争灵 静云呵斥他们 并问他们去干什么 他们回答说 我们都是异鬼 年初要到人间去散布瘟疫 静云问 我家也有吗 鬼说 没有 静云问 我家为什么能例外呢 鬼说 你家三代人都积德 看见别人有恶劣的事就制止 看见别人有善良之举就表彰 你家子孙都要光显门庭 我们哪里敢到你家来呢 说完就不见了 那一年瘟疫流行 只有禁于一家安然无恙 所以人如果重德 那么就会避免这样的瘟疫了 实际上一个人重视道德修养 不仅仅对于自己有好处 对于家人也有帮助 顺至甲午年三月 在静陵这个地方 住着一个人叫做顾承 他的儿媳妇姓前世 一次就在前世返回邻村娘家的时候 顾承所在的村里却发生了瘟疫 到处都有传染的情形 甚至连亲戚都不敢路过 不敢探访 不幸顾承夫妇也得了这种瘟疫 不久几个儿子和媳妇等八人 也都陆续染病 整日卧病在床 奄奄一席 前世得知公婆等换十亿的消息后 急忙要赶回夫家照顾他们 可是前世的双亲 为了她的安全 极力地劝阻 希望她不要回去 前世说 丈夫当时娶我进门 不就是为了能孝养年老的公婆吗 现在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岂能置公婆于死而不顾呢 如果我明知他们病危 而竟忍心不回去 那我跟禽兽又有何差异呢 我一定要回去照顾他们 就算死也没什么可遗憾的 于是他便赶回去了 刚到家就听到有鬼的说话声 说众神都护着这个孝父 前世来了 我们速速回避吧 没多久 顾成一家人果然都痊愈了 在李洪志先生受到中共恶党诽谤时 法轮大法遭到邪党污蔑迫害时 您还能明辨是非 支持善良 这就是最珍贵的一念 就会得到上天的庇佑 这些绝对不是迷信 这是善恶诱报的天理 全国各地因为相信法轮大法好 为难时刻化险为夷的例子 比比皆是 您用破网软件翻墙 到明慧网看看就知道了 李洪志大师所传法轮功 教人按照真善忍错人 重得行善 帮助修炼者去病健身 是救度众生的佛法 在天灾人祸横行 H7N9肆虐 危机四伏的今天 了解法轮功真相 相信法轮大法好 真善忍好 就会得到神佛的护佑 必获屈服 屈胸影响